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S.js讲解 我是你贴心讲师,爱你 在讲完我们的表达史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个相对高级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Directives,指令 指令 好了,在这里大家不用怕 我们都知道在Angular当中 指令是非常难的概念 好,那这个在C语言当中 指针就是最难的概念,对吧 所以往往牵着到指针指令 这块都是比较难的概念 那么我想恭喜你 因为你现在学的是VUE 所以呢,VUE的指令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指令它是特殊的 但有前罪V一干的特性 好,那么这一块的指令 我们来看,比如说像这里 我们有一个P标签 然后呢,我用个指令V干if 等于Grating 好了,这样一个指令 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如果,对吧 if是如果 那么记住 特殊的 它是一种特殊特性 那么V干if 后面跟着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的指令 那么在这里 Grating如果它为真 那么我们的P标签它就写实 否则它就不写实 OK,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指令 那么这个指令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吧 在这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一个 之前的这个案例 但是我在这里发生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呢? 在上面 我用完它的class是默认识我们的效率 然后呢,我给了一个if等于Display 好了,这里呢,我们有两个Display的值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在这里我们呢 如果是显示,它就显示了 如果我要隐藏,它就没了 如果要来显示,它就显示 如果要让它隐藏,它就没有了 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代码 在这边 我们的GS还是我们的GS 没有任何的关联的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操作都是HTML里面完成 那么在这里 我给了它的class的值是face 所以呢,它还是会显示我们的这一张效率 唯一不同的是 我们给了一个指令是什么呢? v-if指令 好,有这样一个if指令 if指令的值 好,我给了一个参数值 它是Display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 这个if是真还是假 就取决于我们的Display在这里 那Display很明显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两个input的标签 input我给了它一个vModel 那么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input我也给了它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的话是vModel指令 Model指令 那么这个Model指令 其实我们看跟Angular是一样的 那么指令Angular是NgModel 那么Voz它是VModel 那么Model指令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给我们的模型 复制 给我们的模型复制 哪个模型呢? Display 它是个模型 它就认为在这里我们的Display 这个关键是个模型 那么这个Display也许就直接在HTML里面 也许呢会在我们这边来构造一块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只在HTML这里来进行 那么至于我们的这个Model 好,Display这个模型 它的值到底是多少呢? 取决于我们这个Vo 它的取决于我们的这个 input的标签的Vo的值 那么在这里我给一个True 那么我们可以想 如果这里改个Force 它是不是假呢? 不对 它给的永远是字符串 也就是说这个Display 它这个模型 它的值只会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对于一个字符串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字符串要让它为假值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什么呢? 好 只有一种可能性 比如说如果我们给了一个Force 它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我们看一下 给一个Force 好了 这是显示 这个也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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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即使给了Force的值了 但是它认为是字符串的Force 好 它也是真 那么字符串是什么呢? 有值就是真的 没有值就是假 所以我们把这个值给它去掉 那么它为空 NULL 空 空的它就是假值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Display 这个模型 要让它为两个值 一个是真 一个是假的话 那么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什么呢? 让它字符串为空 或者不为空 那么在3秒的话 我给了一个值 我不是给什么值 我就算给一个 Hello在这里了 它只要有值 那么行 Display 它的这个字符串 就是真值 那么在下面这里的话 它是没有值的 它有空值 那么Display 它是假值 那么如果是真 它就显示 如果是假 那么NGIF VIF 它就是假的 好 那么假的 它就不显示 好 真的就显示 假的就不显示 仔细看 我现在这里是Hello 我们看一下 好 我刷新一下 好 这里它必然是不显示的 因为它是假值 那么真值呢 它显示了 假值 它就不显示 真值显示 假值不显示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指令